桌上呈现的文创饰品 从吊饰、耳环到饰品等相当吸睛 这些都是由南投人爱乡中原部落 织布的家之女们讨论后 以织带结合文化、产业及历史人文等特色元素 赋予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作品 让它能够赋予它一个生命 就是我们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配合我们的经济作物 所以才会想说要做梅花 梅花的织带结合做梅花的吊饰、耳环 想到我们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就研发制作了香菇的一个小吊饰 是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将文创包包戴在身上一一挑选 织布的纹路及配色是吸引这位客人前来的原因 趁连假期间回到部落支持在地特色产业 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欢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包包 那想要跟市面上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所以来这里 它具有传统又有现代化的感觉 然后这里有把它用那个花花 然后有那个这个图腾 就不会有重途很漂亮 包包结合了文化以储旧织纹制成手提包 将记忆提在身上 织女表示储旧织纹主要是以挑织技法做成 这部过程需要非常专注 因为一旦一个小地方做错了 就得要打掉重做相当不容易 除旧比较特别这样 因为它的公式比较麻烦还要算 你如果你是挑错了 你要重拆这样 想以环保工作室内还能看到 以宝特瓶材料制作花器及铅笔盒 或是以瓦楞纸制作成收纳柜 就像是传承了过去老人家就地取材的智慧 原是新闻 一晚达到 那头人爱 采访报导